我跟剛才說的這場客 今年用意都是報 台南如果是有情報 請你們替我們透過頭來賀樂一下 賀樂 董哥 好 感謝你們的投資 在這裡祝你們大家經營報告 我們要報告你們才會有阿嬤 好驚訝 台中市政府 那個 侯科長 跟他主任 他跟那個台中市的 這個志工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 歡迎來電菜園 電菜園 你們走過 跟我回頭7年前在看 完全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會知道 連新港人都不知道 電菜園在嗎 用那個 穿透鏽機的蓋那個 會不會到 互相找回來 因為我剛開始 在影片裡面可以看到 因為我看到我們的律家 簡關都是會員的生活 重點就是說 我很期待說 你們看完之後 等一下大家 永遠花蓮 把我 今天整個行程裡面的心得 成果 明白 誰會覺得 沒有人 對 誰會想到 公民的心目 沒有人 一個人 一個人做 能夠重視 公民就算是可以的 我們說 公民是要參與 我們參與 一個人的成就法 我做到 工作人員 看到 你們可以看到 非常好 從事內 到事外 一部车就是路上行车 路上行车 我们社区的志工 一人出一半 还可以去返车 做一台路上行车 这台路上行车 我们刚刚这准备开始 从车的方向车转移动 后来就认为社区应该有志工 我们最在意的就是社区的成长 社区有很多面向 包括我们当时一位八十个 现在两百个人不得了 不然不得了 我们已经退休了三百个人 也是在成长 可能包括设造过程 我们的车站 这台的过程 包括我们的年纪力 都会很着重 包括我们的威风车 那过程 我都想到 在那里来 还要重新车 做到国际前的连财 欠贼 欠贼 欠人婉香最快 应该放在末班里 为什么 他现在回来 他不是我们要的连财 補航 他会上京离台 所以我们还要来 连财 没有不强连财 只要你之前的一支 民众治理 以来我们就要完整 表 是不是我们提出 整个问题 我要继续再说 好不好 来 我们这些问题 其实坐在下面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 这个理事长到底怎么去发想 这么多的工作的内容 从今年的2011年的老人家的博财 博财 博财 一直到外籍财 我就在想说 其实我刚刚有问理事长 这个社区已经经营7年了 还有什么不足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社区 或是我们在做志工这一块 可能我们大家都要一直去想说 还有什么我可以 可以这个努力的